今天是2019年9月18号星期三 新闻早班车来了 这些要闻值得关注 习近平17号签署主席令 授予渔民等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习近平17号上午在河南光山县 深入油茶园和农村考察调研 习近平17号下午在郑州考察制造业企业发展和黄河生态保护 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17号正式发布 国家统计局17号公布8月房价数据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二手房价同比下降0.2% 是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转将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 开通8类18项全国性统一服务 可估算出未来能领到的养老金 我国快递业务连创新高 包裹快递总量超美、日、欧总和 今年有望突破600亿件 针对立起码风灾和部分地区旱灾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65亿元 中央裁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将应邀率团赴美举行中美经贸问题 腹部级磋伤 贵州茅台酒厂原总经理刘自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7号上午 港铁东永县一辆列车在红看站发生出轨事故 造成8人受伤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外交部17号回应中方核实与所罗门群岛建交 表示瓜熟地落、水到渠成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 今天开始 下半年以来影响范围最广的冷空气来袭 华北等地入秋进程将加快 南方的高温将消退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报告显示 2018年近半数用户遭遇过网络诈骗 重奖类交易诈骗是主要类型 回归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 17号在国博开展 展出圆明园兽手等600余件回归文物 中车株洲电机公司 17号发布时速400公里永磁高铁电机 为我国轨道交通牵引传动技术 升级换代奠定了基础 新疆玉离县重度严检地 棉花种植取得重大突破 亩产突破400公斤 比非严检地的亩产 还要高出50多公斤 总重3万多吨的厦门后西长途汽车站主站房 日前完成288米整体平移 创造建筑物整体平移弧度最长的 吉尼斯世界记录 辽宁庄合市一小学被指用洗衣粉清洗学生餐具 当地政府17号通报 涉事学校负责人被停职 由市教育局保障师生用餐 只有小学文化的河北张家口68岁农民 白鱼手写申请书 主动退出贫困户 他说要把扶贫资金留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江苏张家港某路口 一辆轿车违章行驶 将一位老人撞倒并卷入车底 附近几名合力抬车 只用60秒就将老人救出 沈阳工学院开学典礼遭遇大雨 为不让新生及工作人员林宇 校长李康举扔掉长篇讲稿 即兴送给新生四句话 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这些政策与你有关 国办印发意见 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提出实施全民健身行动 努力打造百姓身边的健身组织 和15分钟健身圈 税务总局在河北、江苏、浙江、大连、厦门五省市 开展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点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可用承诺书替代多项证明文件 北京将全面推行社区弹性工作制 采取上门服务、预约服务等形式 全时段全响应服务居民 延长社区服务活动设施开放时间 广州边检总站17号推出 9项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举措 包括开通供港澳鲜活产品绿色通道等 深圳修订网约车管理办法 明确新注册的网约车必须为纯电动汽车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生活提示 今日天气 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 云南北部、华南南部和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 有中到大雨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6摄氏度 居地8摄氏度以上 你也许正面临两难的选择 你也许正经历难言的磨难 可谁敢说 这看似残酷的更迭 不是你变得越来越好的凭证 从懵懂到睿智 从幼稚到成熟 当干练取代生疏 我们都在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上脚步见稳 新的一天 早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